大家好,我今天来做一个土耳其的西红柿煎荷包蛋 因为这个土耳其的早餐蛋非常多 我也做了很多了,好像这个就是这个没做 所以今天来做这个,还要把那个荷包蛋做 再做其他的,要做几道工序 那现在我先把准备这个材料的部分 就是大蒜洋葱,土耳其菜里面是离不开洋葱的 大蒜洋葱,西红柿,还有香料,各种香料 那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土耳其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地中海,沿岸,这个天气,和这个地理环境和土壤 到处是野生野长的香料,像什么青草,白米香,牛制,还有薄荷 我去徒步经常能看到野生的 讲究的人,他们还会把这个西红柿的这个皮起来 清辣椒,一根就行了,就是增加一点味道和颜色 好,这个水都快开了,然后我就把它关小 刷点盐 一边搅这个盐 一边这个让它旋转起来 这个蛋就会转起来 稍微等一下,它飘起来就证明这个蛋就好了 这是我们贵州老家的做法 这样子它这个荷包蛋就包得很好 它下面再慢慢煮,然后它飘起来就好了 它现在像个章鱼一样的,开始慢慢的慢慢的要飘起来了 它那一飘上来就把它捞起来 现在还差一点,还有一点没完全煮 这是我们贵州的煮那个甜酒鸡蛋的一种做法 在街头啊,你吃甜酒鸡蛋就这样做的 好了,我要把它捞起来了 因为我最后还要再煮一遍 所以说就还要和西红柿煮 所以说不能煮得太老 你看这个荷包蛋漂亮吧 然后再煮两个 好,现在来做这个西红柿的部分 放油 洋葱和大蒜 然后放点辣椒粉 这个是牛汁 然后薄荷 炒香一点 然后再把西红柿放进去 西红柿要先放,平辣椒后放 因为辣椒很容易熟 再盛开这么一会儿 再放点西红柿酱 增加西红柿炖炖的味道 这个西红柿的层次 好,放点盐 好,把这个蛋放进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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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青辣椒忘记放了 我就放一点这个冻螺热上去 增加点这个螺热香味 土耳其版的西红柿和蛋就做好了 好,放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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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